原标题 王寿发身为革命军人,为满足个人私欲,尽亲手杀害自己的妻子,并使为出生的胎儿童遭毒手。此种犯罪行为充分表现,其恶劣的军法主义与自私自利品质,卑劣残忍绝灭人性,实为革命军技法技所不容。 王寿发犯罪后,由不坦白认罪,反而多方辩解,企图较难,经一年多真讯,证据确凿,使无法依赖,执认不讳,他到底为何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呢? 下面请跟随小编的步伐,一起去一探究竟吧。 黄寿发于1911年,出生在福建省新泉县,1929年,他加入了侍卫队,随后,他凭借着自己的出色指挥才能,前后担任了排长,红四军连长,营长,红一军团团长,师参谋长,司令员,等职。 他有一个妻子,他的名字叫做何音,他是天津静海人,1938年,他投身于革命,随后被组织上海,去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。 1939年,他惊人介绍认识了黄寿发,随后便与他结了婚,那时,他们两人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了,他们两人因为总忙于工作,无法照顾在家的孩子, 所以他们为孩子请了一个漂亮的保姆,随之在1946年大年三十的晚上,管有第三个孩子的合一,发现黄寿发与保姆早就有了奸情,可因一气之下,说要上报给中央领导。 黄寿发听到此话后就慌了神,因为他知道,如果自己生活不检点的事情,一旦被中央知道了,那么自己的生涯就要结束了。 随后,他亲自将妻子和阴杀害,1947年正月初二,在河间黑马张庄内,传出一声枪声,怀有身孕的和阴倒地了,周边的村民都吓坏了。 这件事情也立即传到了中央,毛主席听说此事后,只说了八个字,不能原谅,执行处决。 经过长时间的侦查后,黄寿发的罪名终于被确定,随后他被执行了死刑枪决了。 之后,毛泽东还特意在党的大会上,强调了这个问题,他提醒同志们切勿鞠躬自傲,百姓们听说此事后,纷纷为从严制党点赞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